警察的一哥 給了一個很好的定義 什麼叫做示威者 什麼叫做暴徒 示威者即是參加和平集會 而之後和平散去示威者 暴徒就是那些破壞商店 打爛地鐵設施 用暴力對付異見分子 向警察施襲等等 這些是暴徒 但這兩百人之中還有一批 叫做和理非 和理非是否真是和理非 和理非三個字 原意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你走去破壞別人的東西 到處破壞是否和平 如果你真的有理 是可以用理來說服人 但你不是 聽見有相反意見 你走去打別人 你找異形物體 淋在人身上之後 要點火 你找磚頭扔死人 這些叫做理嗎 非暴力 這個當然好笑 打爛公共設施 他們說這些是死物 但你打那些人 是怎樣的 那些不是死物 一樣 他們認為他們做是合理 這班所謂和理非 如果真是奉行和平、理性、非暴力 你是不是應該和這些暴徒割蓆 是否應該和他們 刮清界線 不要當自己是他們一步伐 但不是 這班所謂和理非 不肯和那些暴徒割蓆 其實他們是羞恿著 勇武分子 上前線去送死 他們自己是助手 愚人之利 這就叫做和理非 那些和理非 那些和理非在哪裡找得到呢 在立法局找到很多 現在很多都出現在區議會裡面 當然除了這兩個地方之外 在香港的民間 亦有一大批人 所謂自職分子之類 保持上街 不肯和暴力割蓆 以為自己不肯和暴力割蓆 只是上街自己沒有份做 就是和理非 不是 你如果真是和理非的話 你是要幫忙減低香港的暴力 因為這是你奉行的理想 如果你不肯減低香港現在發生的暴力 你其實就是縱容暴力 你就不是真的和理非 我想知道 香港有多少是真的和理非在這裡 香港到底有沒有真的和理非在這裡 我懷疑可能一說到沒有 可能全部都是假和理非 表面上就說要保持和平、理智、非暴力 實際上暗地裡支持勇武到處撲壞 用非理性、非和平手段 希望奪取香港這個政權 很可惜 這件事是永遠不會成功的 因為香港 不是 不夠人 而香港人也都不是 慘受暴政的虐待 所以 這件事是不會發生的 大家請醒一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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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